而庆祝元宵节花莲市立幼儿园举办了节庆活动 由老师话剧表演元宵节的由来故事 还有各班级搓滩公园、猜灯米、过雀桥、炸寒丹 以及贴灯笼等趣味的游戏 而市长魏嘉贤也发送了信念福袋 祝福小朋友健康快乐 老师打扮成古代人演出元宵节由来的话剧 让小朋友知道元宵的典故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发送信念福袋 祝福小朋友们健康快乐 今天是元宵节 那我们特别谢谢我们市立委员的老师 跟所有的职员们 在昨天开学的时候做了相关的一个开学准备 那在今天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元宵节 那除了给孩子们有一个戏剧的一个课程之外 让每一个孩子体验到元宵节的由来之外 也可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一登龙 也有相关的一个小活动 那有感受到过年元宵的一个气氛 那我们更希望每一个孩子在每一个节庆 成长的过程里面都有一样的一种回忆 所以我们希望家人还有老师们 都给孩子一样的一个刺激 希望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是幸福的是快乐的 那再次的呼吁大家 不论是参加任何的活动 都要做好自身的防疫 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家人 也让孩子从小为一个安全健康的卫生观念 在此也要祝福我们失业的每一个孩子 所有的四名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五年行大运 元宵节快乐 花联市的幼儿园用心设计了元宵节主题活动 带领小朋友们搓汤圆 猜灯迷 过雀桥 炸寒丹 贴灯笼 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 他可以在水里 也可以在路地上 然后他走路 他走路 我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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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桥之后 我们要在旁边稍坐修处 对好棒哦 我们要在旁边稍坐修处 我们要在旁边稍坐修处 对好棒哦 对大家有左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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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温佳璇 感谢幼儿园老师用心安排 让小朋友认识各种传统节庆文化 也希望透过每一次的活动体验 增进孩子们的知能 让小朋友们在花莲市又可以快乐成长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